有些工具我们可以不要天天用 但是不能没有 比如电烙铁 电烙铁我有好多个 T100 输控型的 这里还有一个老款的 等等 当正往T80的电烙铁我一般都随身带 外出的时候 带上主机一个烙铁刀就够了 主要是方便 功能也强大 当要使用的时候 把烙铁信往主机里面一插 配上快充刀和充电线 它支持很多快充协议 它的电源从9V到10V都可以使用 在野外昨夜没有电怎么办呢 它用充电宝也可以使用 这是最方便野肉最喜欢的一个功能 可以插充电宝使用 体积小巧功能强大 这边插电 这边就化锡 化锡速度很快 2秒 并且它的回温速度超级快 融化锡丝 立马回温 大家看到没有 在它的显示屏这里有一个亮点 这是一个手持标志 只要我的手拿住这个电脑铁 它就持续的加热和工作 等我放下的时候 主机检测不到手持 就会进入休眠状态 这个亮点就会熄灭 这个时候主机不加热 它温度降到50度好 它就会自动关机 在休眠待机关机任何状态 只要检测到手持 它就会唤醒 又重新开始加热工作 这个我已经用了好几年了 爱好者朋友可以背一个 像这种工具 这几天大家可以留意一下 用动动板 投个汗给大家看一看 动动板的质量不是很好 上面的焊盘很多都氧化了 所以不怎么吃锡 烙铁和锡丝还是很给力的 你用的是什么样的钓铁呢